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股市的表现 随着投资者期待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结果 美股在周二出现了强劲反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2% 道琼斯指数也增长了超过425点 这一切都显示出市场的乐观情绪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洲股市的动态 随着华尔街的反弹 澳洲股市预计将会上涨 不过投资者也需要做好面对波动的准备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已经开始 市场情况仍然在变化 最后我们看看日本清酒的国际市场表现 近年来日本清酒的出口增长了70% 2023年的出口总额达到了411亿日元 虽然国内消费有所下降 但在美国中国和南韩等地 清酒的受欢迎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 美国股市在等待紧张的总统选举结果时 出现了反弹 道琼斯指数上涨超过42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2%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4% 投资者对选举结果的乐观情绪 推动了市场的上涨 分析师指出 尽管选举结果仍不确定 但将其抛在脑后 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解脱 历史上 选举日股市通常上涨 这也是标准普尔500 和纳斯达克连续第6个选举日上涨 然而 由于副总统哈里斯 与前总统特朗普的竞争异常激烈 经济学家警告 未来可能会出现市场波动 尤其是在结果需要数天甚至数周 才能最终确定的情况下 交易者们正为即将到来的 动荡一周做准备 因为在选举日后两天 美联储将宣布最新的利率决定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华尔街的反弹 预计将推动澳大利亚股市上涨 但投资者也在为这一周的 波动交易做好准备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 即将开始 市场的动态变化 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 大家都在密切关注选举结果 对市场的影响 日经亚洲评论指出 印尼CT集团创始人 希望通过共享超市 银行等之间的客户数据 来强化其零售业务 CT集团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获取5000万名会员的数据 以刺激消费 CT集团的互联网银行 Allobank Indonesia 去年净利润增长60% 主要客户为年轻人 CT集团自2013年 收购法国家乐福在印尼的子公司以来 逐渐将其品牌重塑为Transmart 并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及其他地区开设了约70家门店 尽管印尼的零售环境 在疫情后有所恢复 CT集团的零售业务仍面临挑战 尤其是与电子商务的竞争 为了吸引顾客回到实体店 CT集团正在努力吸引知名租户 并计划未来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Tangent对未来的业务发展充满信心 尤其是在实体店方面 Nike Asia报道 日本清酒正迎来国际热潮 出口在三年内飙升70% 尽管国内消费自1970年代 达到顶峰以来有所下降 但清酒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 却不断上升 2023年 清酒出口总额达到411亿日元 约合2.704亿美元 出口目的地 创下75个国家和地区的新记录 美国是最大的市场 约占6500千升 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和韩国 日本清酒和烧酒制造商协会的负责人表示 清酒主要通过日本餐厅销售 而日本传统料理于2013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一步推动了清酒的国际化 许多地方政府也开始为外国游客 组织清酒酿造厂的参观 以期让更多人体验并喜爱这种饮品 Nike Asia还提到 日利集团正在考虑收购一家销售额超过500亿日元 约合3.3亿美元的机床制造商 已推动其收入增长 自2021年收购三菱重工机床以来 日利的机床销售额已增至约1200亿日元 目标是在2030财年达到5000亿日元 日利创始人表示 目标是成为机床行业的领导者 由于欧洲的机床制造商更愿意进行重组 日利正在考虑收购规模适中的公司 此外日利还计划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 建立机床组装厂以缩短交货时间 悉尼晨报报道 美国股市在选举日当天出现反弹 S&P500指数上涨1.2% 接近上个月创下的记录 尽管面临经济放缓的预期 但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服务业增长加速 给市场带来了信心 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热情 也推动了股市上涨 软件公司Palantir的股票大涨23% 尽管选举结果 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揭晓 但专业投资者建议关注长期趋势 历史数据显示 无论哪个政党在位 美国股市通常都会上涨 投资者对政府权力的分散控制 持乐观态度 认为这有助于维持现状 避免大规模的政策变动 悉尼晨报指出 许多年轻人在理财方面 受到父母教育的影响 往往形成了对金钱的错误认知 例如 作者提到自己在年轻时 就对股市投资感到恐惧 因为父母常常将其视为赌博 这样的观点 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行为 导致他们在成年后 仍然重复父母的金钱观念 文章强调 识别并打破这些潜在的负面信念 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 建议读者通过自我反思 评估这些信念 对当前生活的影响 并设想理想的财务未来 从而逐步重塑自己的财务观 日经亚洲报道 缅甸的武装叛乱分子 正在夺取关键的稀土矿区 这一举动 可能会扰乱电动车等产品的供应链 报道指出 克钦独立军 KIA已经控制了多个重要的矿区 并且在与中国特使的会晤后 进一步增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掌控 缅甸在全球稀土生产中 占据重要地位 尤其是在女和特的供应上 任何长期的干扰 都将影响到全球的磁铁制造商 随着缅甸的政治局势动荡 稀土出口量急剧上升 国际市场对缅甸稀土的依赖程度加深 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日经亚洲还提到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遭遇了网络攻击 这一事件凸显了 针对关键数据的网络间谍活动的风险 攻击者通过微软的云服务 入侵了207个员工的账户 包括高层管理人员 专家指出 这种攻击通常是由中国黑客团体实施的 他们会事先研究组织结构 锁定高管进行攻击 由于JAXA使用的Active Directory系统存储了大量个人信息 成为黑客的主要目标 此事件不仅暴露了日本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脆弱性 也反映出网络间谍活动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Nike Asia报道 东京证券交易所于周二开始延长交易时间 每日交易时段增加30分钟 新的交易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3点30分 然而首日的交易活动异常冷清 成交量仅为4.05万亿日元 约合266亿美元 远低于今年以来的日均4.5万亿日元 这一情况部分是因为 投资者在等待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后 在进行交易 此外 自动化高频交易的显著影响 也不可忽视 尽管其在交易中占据了较大份额 但在数据积累不足时 无法采取行动 尽管延长交易时间 使得更多公司在交易时段内披露财务结果 但分析师和资产管理者 在30分钟内做出决策的困难仍然存在 东京证券交易所总裁严永守之 对此表示期望 希望日本股市能够进一步改善价格发现功能 提升国际竞争力 尽管如此 东京证券交易所仍然落后于其他全球交易所 尤其是在美国 纽约证券交易所已宣布计划延长盘后交易时间 提供22小时的交易机会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22年 美国的股票交易量达到44万亿美元 而日本仅为5.8万亿美元 显示出日本股市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低迷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网址是0二度简相 鉄面装 鉄面 血 灯 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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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